《論盡社覆界》 歡迎大家又來到《論盡社覆界》 我是政策透視的Oren D'Shaw 今天還要揹上半個自己的身份 關於中環環環環環的幹事 但今天我先扮演主持 因為今天和之前幾集可能有點不同 我們今天請到三位很有份量的嘉賓 先介紹一下 右邊這位大家都很熟悉 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的講師張千鴻博士 你好 右邊這位是來自北角樂師會的代表 香港項目的幹事王世雄女士 我們都叫你做小青 左邊是來自關注重環環環環的一個成員 我們都叫你做秋娟 好 好 今天我們要處理一個很重要的題目 就是 什麼題目 社會保障 社會保障為何這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它佔了整個社會福利開支 一個很大的部分 很多人一提到社會福利就馬上想到社會保障 今天我們會特別想處理社會保障 其中一個很爭議性的其中一個制度 就是縱緩一個制度 或者是縱緩以外其他相關的社會保障 我們再說一句廣告 我們另外還有一集是專門說退休保障 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 今天我們會分三個環節 我們會處理一些關於和小孩有關的保障 也會處理一些和就業有關的事情 最後我們都會希望請三位提出一些意見 可能就說一下未來我們的社會保障應該是怎樣做 怎樣改善它 為之對我們的社會是有利呢 不如我們首先就由小孩那裏講起 話說昨天其實就 律師會好像做了一個調查 是關於一個食物的 都幾震撼的結果 小青可不可以說少少 昨天其實剛剛出街的 那個調查其實我們就訪問了600個 其實有小朋友的貧困家庭 看看這些家庭的食物狀況是怎樣 因為其實我們自己在國際上也有些報告 其實都指出了在未來20年 其實很基本的食材都會漲價得很厲害 都會漲價超過五成至七成 例如米這些大家都會吃 但香港原來都不能幸免 我們在調查裏面套用了美國和加拿大 量度食物貴乏的指標去提搭香港 發現其實每六個這類小朋友 十五歲以下的家庭 其實就有一個是需要持續地捱我 在過去那個禮拜 需要持續地捱我 捱我的意思其實是 當然是說不夠食物 不是不夠雪糕 而是說是基本的食糧也不夠 其實推算牽涉的人口其實是超過五十萬 在香港現在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的情況其實很嚴重 當中其實都令我們覺得很驚訝的 其實喊我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同時其實看到原來當中 甚至有一些家庭 因為其實長期要吃隔夜 甚至是一些快過期或過期的成果 其實令到身體出現毛病 食物中毒 當中也有六個百分之 就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這個情況其實直接指出 現在社會保障裏面的制度已經是穿了洞 要積極大量找方法去處理這個問題 待會可以看看張聰宏博士評論 為什麼會這樣 制度出現什麼問題 我想問問秋娟 這年你覺得食物方面是否真的不同了 我覺得是貴得很離譜 那些物價 好像每一樣食物都不是貴 四五個百分之 其實有些是十個百分之 也有的 我覺得食物方面 我記得有一種病關 以前是五元兩包 現在都貴到七元兩包 有什麼影響 對你同學的小朋友可能 都覺得影響很大 所以我們本身是拿去中環的家庭 其實每個人只有千兩元的標準筋 今天小朋友也是中了少 但是你如果好像每樣都貴 其實現在的中環的筋 其實大部分我們都拿來貼到食物裡面去 但好像現在所有物價都可以加 但是中環的標準筋 中環的筋就沒有加到 但是你吃的那方面會不會是吃少了 或者是吃差了 吃少了很多東西都吃差了很多 因為你去到街市 有些各樣東西都買不下手 當然要走來走去買 所以現在我很頭痛去街市 因為買要買 小朋友又要喜歡吃 但是那些又貴 哪些他喜歡吃 他喜歡吃的食物其實跟別人 我的小朋友不知為何 他吃的食物與人不同 他其實不知現在讀書的時候 他又覺得記得看新聞 看老師也都說價錢送 或者甚麼他不會吃的 我的小朋友就真的不吃 但是現在呢 以前他真的不吃 現在他沒有辦法 我告訴他那些東西很貴 但我又解釋給他 家裡有多少錢收入 我兩個小朋友其實都知道 我們一個月有多少錢的收入 但他有時候他都告訴我 媽媽我很餓 但是我又不想吃那些東西 我沒有辦法將就一下 他們好像很委屈 吃到那些食物 明白 明白 究竟為何會出現這個情況 你研究了食物保障這麼多年 好像比以前差了 第一就是阿秋娟說得對 通脹是很重要的 過往我們這麼多年來 其實近年的通脹是特別嚴重 而且食物的漲價比其他 是嚴重很多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二就是其實住都是貴的 住那裏就會影響了現在 在私樓租住 就算拿中援你都知道 大部分現在住私人樓宇那些 是要疊貼出來的 那這裏其實又是 就是在基本金額那裏減了出去 那你一方面 就是所謂始長比短 那你就始燒比象 你變成可以用在食物 用在日常生活那裏 完全就越來越少了 那還有食物有時候 就相對地彈性些 可以吃多些可以吃少些 那你就盡量在那裏省 然後省省就省到連食物也不夠 話說那些人經常都說 縱援的錢都好像很多 沒有你的感覺 你四個人有整晚的錢 還說不夠 我不知道你怎樣看 其實我們做這個報告的時候 都特別在看縱援和非縱援的分別 見到縱援的家庭 情況竟然比沒有取得更換 其實情況更壞 其實這個可以正正反映到 剛才你看到標準金 即是金額 坦白說 撇除了租金之後 剩下的錢是一家幾口的生活需要 如果用四人家庭來說 其實每個小朋友分到每一餐 其實是少於10元一餐 即是9元多 你想一下 其實每個人都不夠10元 現在你下去 其實怎樣買菜呢 其實我們的計劃有營養師跟著 營養師建議 比如秋娟那些小朋友 起碼每天要有5至6兩肉 現在說到肉價 已經到達40多元 50多元一斤 就是買肉 其實已經買了所有錢 你都不用再說 要有米 要有水果 這些其他必需 即是小朋友成長的食物 在縱門金額上 其實不夠是事實 還有一點 其實就是小朋友的學校要吃飯 那個膳食津貼 這麼多年來都是二百多元 現在就是二百二十五元 但是秋娟現在每個月要多少錢 吃飯 小朋友在學校 學校都是二百二 但好像我們的三百二 三百一 但那些全部是自己貼的 所以通常收的錢是不一樣的 實際收的錢是三百多元 每個家庭就要貼一百多元 那也是錢來的 是的 因為小朋友 制度本身 以往 即是2003年之前 就是預測過通脹 是 是 是 但現在根本就是 永遠都是制後的 就是通脹之後 以往只隔一整年 現在又說我們緊密一點 都是半年 但始終都是追不上 是的 是 是 我想也看到我們的小朋友保障 特別是進門制度的東西 就不像普通社會的人士 經常都這樣想 很棒 很多錢 實際上有些東西是滯後了 社會的發展 除了食物之外 現在暑假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經常都聽到 現在的小朋友要學這個學那個 對一個小朋友來說 例如有些暑期活動參與 是否重要 又或者你覺得我們的家庭 會不會的確的機會是比較少 那些興趣班 其實對每個小朋友 其實應該是很重要 現在的社會 但好像我們的家庭 就學不到 很難學得到 因為只有那個標準跟 有時候我們都在做八餐 有時候你好像現在暑假 小朋友他們常常都在家 我又要照顧他兩餐三餐飲食 又要看著他七七日入 所以根本都做不到東西 那他暑假其實最用錢的時候 就是暑假 這個時間 又要興趣班其實都沒有學到 跟那個暑假 他們什麼興趣班都沒有學到 交錢 為什麼呢 是因為錢 因為錢有問題 加上他每一種活動 他喜歡的都很貴 但我們以我自己的能力 就付不起給他們 所以沒有學到 這個會對小朋友 可能會構成什麼影響 這種情況 現在就你知道 我們就算在大學收生 也要看成績以外 看看他有什麼經歷 有什麼一技之長 參加過什麼活動 有特別的 例如做一些很特別的 去過外國 參與過什麼活動 或者一些特殊的經歷 這些是會有一點好處的 變成如果你是平平無奇的 大家同樣的成績 就很明顯是有這些特別經驗的人 是的 都會有 有這種 好像我的小朋友 他們在學校裏面 就說 別人 我們上班 又去到暑假 或者去假期 又去哪裡旅行 又去哪裡 但他呢 他從來都沒有去過 看事 除了今後回我內地 都沒有去過 現在政府就這麼說 政府就說 有個叫做關外基金 就幫小朋友遊學團 其實還有一些非中門的五線張碟 好像都挺好的 不知道大家又怎麼看呢 其實都有點荒謬 一方面我們看到有些家庭 連食物都不夠食物 另一方面我們就說 去遊學給他幾千元 這裏都不知道取捨是怎樣 另外當然 其實參加那些興趣班 不要說去遊學 在本地的興趣班 都未曾夠資源去做 我覺得好像有些… 本門導致 還有其實關外基金 我覺得其實關外基金 都是在補一個洞 其實最重要我們眼見 就是本身社會保障制度 即是縱門制度 其實是有很多問題 已經存在了 其實不是一天半天 已經很多年了 阿芬和我們說了十年都有 但其實他明知道有這個問題 現在反而是用關外基金 去叫做短期塞住的洞 但譬如他提到五線津貼 甚麼都是用關外基金解決 對 五線津貼也好 他說是給非中門的兒童 但也不要忘記他只有十個月 還有金碼也只有二百多元 那其實是相差很遠 就算你說剛才阿芬在那裡提到的 就是遊行 我們不是反對的 但問題就是 其實這個怎樣可以持續發生呢 還有其實對阿秋娟的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來說 其實未必需要去到遊行 或者甚麼 簡簡單單你去到暑假 其實有一個暑期活動的 參與的機會 你有足夠的托管 可以給到 就是阿秋娟 令他其實可以放心 你出去工作也好 或者怎樣也好 其實是否反而是更加實在呢 但現在托管的眼睛 全香港一年免費 全面的眼睛 其實只有1540個 全香港 笑得好 阿秋娟 所以你永遠都很難等到這些眼睛 其實你從哪裏去申請呢 好像你說得有和團 但我們那些不需要去 就是沒有的 本身也是拿著縱緩 我們其實是邊界沒有的 甚麼都他的關係 當然對我們完全沒有 就像現在的託館 主期託館 我日老 但都是由我生活費給他們的 所以這些都是我自己的負責 所以你說再想吃好些 用好些就真的沒有了 我本身好像小朋友 我自己也加了一千百元的標準金 我兩個小朋友都要進去 我給他下午班 他已經獎免來又獎免去 收我五百元 我倆都要五百元 一千元 這個時間我都要付一千元 即每個月你要付一千元出來 其實那個月 我那個月的標準金 我都給我差不多只剩了八百元來用 明白 我們這一節就說了 小朋友的發展 食物有些開支 其實整個體育保障 是不止小朋友去用的 剛才我們說起 托兒服務的問題 這個也跟很多 現在社會的趨勢 或者政府的要求 對於職業人士 就說要他們去就業 是很有關係的 下一節回來 我們再探討 這個跟就業有關的職業政策 歡迎大家又回到我們論進社福界的節目 剛才我們說起很多關於眾門 小朋友的開支 究竟會否滿足到的問題 這一節又可以說一下大人 因為現在社署或政府很喜歡叫人自力驚生 就業 覺得就業才是一個最重要脫貧的出路 但裡面有很多魔鬼 又在那些細節裏面 我之前曾經我聽你說過 保障部或政府有些想法 在叫你找工作的時候說過 是的 是的 我那個職員那時 他記得是幾年前 他去我家探訪 他事實表明他說 其實是幫我找個辦法 是幫助家庭 他意思是這樣的 他幫你解決這年來的問題 他說兩個小朋友剛才上學 他說你有中途的時間 更有空 你不去找夜俗 我都回答他 我說我正在找 不過暫時找到 有遷就我的時間 有沒有那麼好 未遷就到 未找到 我都去找了見到幾份工作 他說不是 你大衛 他說我住在沙塵區 他說你們那區 大衛區 他說很多飲食價 很多椒的家庭 你沒理由找不到工作 是的 沒理由找不到 我說是呀 我有時見到年齡 但是那些時間不適合我 但是加上那些 他說不是 你去游去 你見到人家寫25元 你天去跟老闆說 你20元幫人洗廁所 他肯定要你的 他不要 他這樣說 那一刻我真的在我身上 我真的不知怎樣打他 那時我打不到 即他覺得找不到工作 是你的責任 是的 因為你叫價太高了 是的 其實他說 你可以更低的價錢 人家寫25元 你便要20元 你又好賺 你看老闆第一時間都會請你 還要我幫忙洗廁所 我覺得 聽完這個之後 如果政府這樣想 最開心的是誰呢 老闆 當然是老闆 這幾十年來 整個縱文制度有很大的改革 就像剛才這種經驗一樣 你可能到小孩這麼小 就勸你做事 是的 到你夠十二歲 就真的強制你一定要去就業 但是似乎就不理好 很醜 彈球就手 我不知道兩位怎樣看 這種情況 或者政府在想什麼 這個也是典型 右派 其實我們看到 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出現 一旦就說 現在不要福利 就要工作福利 有工作才值得給你取福利 但是別人的做法都做了兩樣東西 至低限度 他就說 令到那個工作是有意義的 還有那個工作是有一個合理的報酬 如果工作本身在市場上 是一個很不合理的 好像你那位保障部同事 就還要 已經低身了 還要你按低一點 這個就跟那個方向相反 其實如果你市場上的工作 如果要求太過不合理 報酬又低 又沒有意義的話 其實你推些人出去 都沒有意義的 那個不是一個答案 所以至低限度外國 說做這件事 都先做了這兩個方向 但是香港連這些都不做 而且其實秋娟的情況 又再困難一些 因為他要帶著兩個小朋友 我猜其實香港在這方面還是很落後 其實照顧家庭 這個是奉旨的 其實這個是不是一個工作 還有媽媽的責任 對 媽媽的責任 很輕鬆的 照顧家庭之餘 你應該很空閒 你可以出去做很多事 但其實這個是很落後的想法 其實在很多其他的發展 好像香港那樣的發展地區 其實本身是很重視家庭工作 這個概念 其實也會有很多 除了剛才阿芬提到的兩點之外 也有很整全的支援 這個家庭照顧者的措施 包括你很充分的托兒服務 你亦都有很充足的教育配套 令到其實家庭照顧者 他可以真的比較安心一點 除了做好家庭工作那部分之外 都可以嘗試出去做事 這個配套在香港其實就很不足 甚至沒有 完全都沒有 好像不是每一個村都有一些托兒服務 但他現在好像搞社區保姆 但你又要提早一個星期去登記 去報名 但你又要 好像你旁邊這條村保姆 你又送去第二條村 當然如果好像你找到 你都沒辦法 還想送小朋友來你去上班 我們稍後有一陣 專講照顧和托兒服務 沒錯 我們先到這裡 但其實除此之外 其實我還發現 看到一個情況 我們這段時間一直都關注最低工資 彷彿現在有點成功 已經有28元 雖然大家可能還未滿意 但我們再爭取 但有了最低工資之後 其實我們密切留意另一個環節 就是對中門有沒有影響 我們其實就做了一些研究 暫時看到普遍拿中門的人士 家庭對於有最低工資之後 是否真的等於可以推動他出去 立即脫貧 不拿中門做事 又似乎不是這樣 原因 原因是因為現在現有的 入息豁免制度停留不變 現在仍然是說 頭800元 不用扣 之後4400元 之後是跟政府一人一半 但我覺得對我們其實完全沒有幫助 反而是還 因為它是28元一小時 那800元沒有扣 但以前沒有25元 23元有些也有 起碼終點開始做得到 但現在你做得來 它人工加了 對於我們反而我們減了 它之後是達到800元 就是無價 但比我們這些家庭 你出去做事已經有很大的勇氣 已經是比自己也很大的勇氣 因為小朋友在家裡有時候 你又要顧著家庭 又要擔心 又要出去做事更慘 對呀有什麼事給人告 對呀 約而言 什麼時候有 獨留兒童聚加 對呀 也是一樣 但是你做得到800元 其實你現在28元一小時 很快就夠800元 之後那些全部都是跟政府一人一半 我覺得好像 其實你物價加得更高 應該那個更額要提升 對呀 這個也很重要 因為07年到現在 就沒有改變過 電視機拍攝 旁邊的觀眾知不知道 拿做門其實是可以做事的 不過呢 就在入息上面 就要扣回 扣回錢 所以剛才說了 最多工資雖然人工 其他東西也有加到 不過可惜 卡了是 入息豁免 完全沒有改善 沒有改善 這個制度究竟現在 其實造成一種什麼效果呢 其實都是不能夠增加那個誘因 可以通過工作而脫離中緩 脫離中緩 完全沒有幫助 除了潑免入息應該有改善 這點其實在立法會討論過幾次 也有共識 在這個年代已經改善了很久 是的 而且什麼派別都同意 都支持 但是政府也不動 另外就是除了潑免入息之外 其實要多幾張的安全網 比如說好像秋圈一樣 如果他找到工作了 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而收入也不錯的 可以維持到 勉強維持到 但是如果你剛剛過了中緩的事 要不就什麼都沒有了 要不就可以在中緩裏面 你只能幫你交租 醫療 其實這些醫療 房屋這些東西 其實如果能夠 他纏過了中緩界線之後 仍然給他一段時間 過度的 那就會好很多 安全很多 現在香港福利制度的特色就是這樣 要不就有 要不就有 要不就有什麼通話 奇奇怪怪 沒錯 我猜剛才弗蘭道提到 那兩點 其實各方向應該是正確的 因為其實我猜不是 我們看到不是香港有這個問題 其實全世界都有這些狀況出現 其實都是有好幾張安全網去罩住 令到真的有需要的 即是低執行的朋友 其實可以過渡到 但是香港其實 我猜首先在入式豁免的制度裡面 其實要檢討 現在其實我們之前跟社署 其實都談過 但是社署的官員 其實都說他們沒有意欲去改變 說得很清楚 原因就是不想中緩太好 但是這個邏輯 那些人經常都說 加了入式豁免 就是拿中緩的 還有更多的收入 這樣怎麼會呢 我再一次強調 其實無論 Fernando 你看到我們以前做了幾次研究 說中緩歧視的問題 我們自己也接觸很多 真是低執行的街坊 坦白說 其實拿中緩 絕對不是大家的首選 一般低收入的人士 其實不會是因為多過幾百元 而要拿中緩 因為拿中緩要付出很多代價 政府是這樣 而我們的研究 好幾次都反映到 其實標籤效應 其實仍然是很強的 很強 所以政府朋友 你放心 其實不會因為這樣 而多了很多人拿 但反而我們是要想 怎樣鼓勵 真是在中緩網裡面 想做事的人 想靠工作 真是你幫到慢慢走出那一步 現在似乎就沒有一個跳板作用 因為坦白說 其實我們很多中緩街坊 其實都想做事 其實這是很明顯 因為真的不夠 其實根本就不夠 而且街坊都想做 不過是受到很多條件限制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究竟有沒有一些制度 是可以不只是得中緩 那種低收入補貼 即是要是拿低收入中緩 要是沒有 有沒有其他地方的制度 可以做到這件事 付稅制 即是以用福利這個概念 而是用稅的概念 即是說 如果一個家庭的收入 是不達到某個水平的話 雖然有最低工資 但最低工資 有時在很多社會上 都相對保守 始終都未去到一個基本生活 即是他養不到家 最低工資 肯定不了 或者做兼職更加 養不到家 但是政府就不是說 通過福利 通過你這樣的收入 我是用稅制 就是來補貼你不足夠的金額 這個賦稅制在外國 都經歷了很多年 我們亦都經歷了很多年 對 我們也經歷了很多年 我覺得這是很值得推 其實在無論我們熟悉的國家 不熟悉的國家都好 其實都用了這個方法很久 其實他有一點很重要的好處 除了芬蘭德尼剛才提到 養家可以處理到的問題之外 其實同時可以是一個 比較去除標籤效應的方法 去直接幫助一些低失人士 現在透過綜援 其實他需要鼓起很多勇氣 整個家庭 要抵受申請的過程 那種 我要證明自己其實是不行的 養不到家 甚至是查奸責 其實過程 第一 對街坊來說 其實都挺辛苦的 第二 其實行政成本很高 其實我們現在縱援的系統 但你反而用剛才提到的稅方法 即是他不夠錢的 其實他不夠收入的 我反而是補貼他一些 令他生活得到的 那個方法其實就是 行政成本稍微低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要報稅 另外其實因為透過稅 其實最後是 可能通過政府的稅務局 直接給錢給街坊 其實相對的標籤是低的 因為不是一種福利 如果是這樣 你會不會有興趣 反而你的身份不同了 是 我覺得當然是很好 至少你自己去做 憑自己的能力 以及你政府 很多街坊都願意去做 你的身份不是單親家長 而是低收入家庭 有收入的有工作的 不過不夠開支 社會的看法都不同了 隔離左右好事 人家都覺得你是有工作能力 他沒有看到你是好事 好像我們現在的日子 直接地標籤出來 他看到你的家庭 就知道你的家庭是甚麼環境 就知道 其實這個概念是由右派的經濟 是的 都是以工作為伴 很過分 不過香港連右派的概念都不需要 那倒是 我猜這樣 在社會福利的討論中 的確很難避免一個爭議 就是拿福利的人 應不應該去工作 但是坦白說 現在今時今日在香港 其實我們親身的經驗 就是根本很多拿福利的人 都是很想工作的 不過就是有很多東西 是影響他們 限制他們 但是我們都不能夠否認 就是始終拿福利 都是一個基本的權利 就是說其實 這是最後的安全網 我們其實是否都不要 因為他有沒有做藥而判死刑 因為現在政府是很辣的 特別是對一些健全人士 是的 譬如自力更新的要求 然後你找不到工作 就要屈你去做甚麼 是做朝九晚六 是他政府規定去 社區工作 是指定你在一個地方 一載一載 就要有一個人在一邊看著你 一定要做足一夜 沒錯 所以就是說 這種我們可以說懲罰性的就業的政策 對人是很大的無用 那是否真的有幫助呢 我們是打個問號 好了 最後一節回來 我們就會說 我們接下來希望 社會福利的保障 如何改革得比較好 還有我們現在有甚麼 趁著司電報告就來 有甚麼我們要跟曾蔡權說 回來再見 謝謝大家 有耐性 說香港的社會保障 其實這個問題 提到天黑 我們都沒說完 謝謝大家 仍然都留守到第三次 這一節我們要說一下 其實現在的綜合制度已經千瘡百孔 大家會覺得 有甚麼地方是很大 和很必須要去改變的呢 其中一件就是 以家庭為本去審查 這件事就造成很多困難 當然本身綜援制度裏面 其實有一半多些是老人家 另外還有一成多是雙賊人士 病的 其實加起來差不多七成 但是還有很多在外面的 那些老人家和雙賊人士 其實都拿不到綜援 這些其實就是因為他是全家審查 當你家裏有個雙賊人士 或是老人家 如果你是家人願意照顧他 跟他一起住 那你根本沒有可能全家去申請綜援 但是制度是這樣 所以你全家人付出到 那就OK了 否則你就真的累了全家 一個老人家或雙賊人士 令到全家的生活質素下降 除非家人忍心 你自己獨立生活 明明老人家和雙賊人士 很明顯是獨立生活不到 但是你就要將他丟爪 推他去院舍 去私院最容易 這樣就申請到綜援 或者叫他自己去租房 自己去租房 就是很荒謬 是很荒謬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 但不是的 政府就說 這樣就繼續體現家庭責任 因為同一屋 閃下的家庭成員 應該為其他成員 經濟上負擔 政府也說中國人是這樣的 其實 你從美國回來 所以有些西化 老實說 現在的家庭 全部都是這樣 但你不能因為他家裏有需要的人 你要令他全家生活質素降到中緩的水平才幫他 你要他負擔明白的應該的 我相信所有香港人都會同意 但如果他跌到中緩的水平才幫他 這令人覺得很不近人情 所以有很多家人實際上是真的負擔不了 就強行推他軟舍或是真的要他自己搞定 通過這樣來拿到中緩 如果不是的話其實你要有一個階梯 可能家人是可以負責一些 但實際上你都要獨立去看這個個人 因為我們如果以整個社會的概念來講 無論任何的家庭 如果他有一個老人家或一個商產人士 你不會因為這樣而去令到他影響了其餘家人的情況 所以在外國的制度 往往都是如果他要有申請援助 是獨立個體去申請 就不會牽涉到其他家人的資產 因為都挺諷刺的 其實不知道觀眾大家知不知 之前就有個機建協會的 一班機毀的名人面坐的輪椅 就發現這個叫我要回家的行動 即是說他們連回家都回不了 就是因為受制於這個 即是縱瞞制律裡面的家庭單位的問題 他的情況就是他做了手術 即是他的身體衰弱到一個程度 退化到他連呼吸都做不到 他就要駁個呼吸機 但是在醫院做了手術之後 他要回家需要24小時照顧 在家裡沒有辦法的 一定要請工人 還有很多的醫療消耗品 很多基本的醫療費用 加起來其實要1萬多2萬元 其實一般家庭根本不可能負擔 所以結果病人就在醫院不出力 家人就很想接他 他又很想回家 但是家人沒有辦法在經濟上承擔他 但是要申請中援 全家申請 他們又不符合資格 幾重的困難 所以這就顯示了我們從資格 即是申請單位 看到縱緩制度的那種荒謬性 其實香港很多福利制度 都是整家計 但是到了最後的安全網的時候 就會看到產生了這麼多問題 好 問一下周娟和小青 如果讓你們去看 有甚麼在目前最需要去 黑不容緩去改變 即是縱緩制度 其實黑不容緩 好像剛才張超雄博士說 那些商場 其實應該是同住可以獨立申請 就算他講到老人家 就像現在的小朋友來 那些半家庭 他長大了18歲 又要全家裏 每個人都是 都是一個麻煩 是的 又要脫份 如果你的小朋友 讀完書出來是上班的 例如賺七八千元 是的 七八千元 讀書時又要住關東錢 又要還錢 家庭 父母又要暫時 未找到正式的工作 都是很低的 人工的價錢 你又要小朋友出來 一出來就要人家 全家裏 但小朋友剛出來的時候 要上班時期 你說要緊要逼一家人來拿 我今天又要看 被宣傳說叫那個小朋友 搬出去 搬出去 是 七雷子散 因為他迫到家庭 沒有那些家庭 就是那些很諷刺的家庭 又說表面上就是家庭責任 但實際上是拆散了 拆散了很多家庭 有時候為了生活 為了生存 你沒有辦法不緊要做 是嗎 大家都好像 父母也好 宅女也好 都是很傷心的 因為你說 你一個年輕人 七八千元 你叫他又要還關東 又要起碼拿五千元出來養家 自己做了一個月 吃飯錢 帶車錢都沒有 你說怎樣養到家庭 不然就分散了 分散了家庭 哪有家庭 這也是同一個申請單位的問題 小青呢 除了申請單位之外 其實都 這個是一個大手術 我猜在寫著的角度裏面 但我覺得有些小手術 寫著可以立即做 例如剛才提到 看到食物已經不夠了 很多生活的需要 基本都是不夠的 在現在的標準金裏面 特別是小朋友 基本上 其實現在是 十年裏面 都沒有再檢視過 其實水準水平 是否與現在 與時相比 其實我們都要求了十年 你真的要再認真看一次 那其實可以立即做 甚至你不做都知道 其實是要增加標準金了 因為現在 其實連食物都滿足不了 那是一個大的問題 第二 其實一個很少 他又可以做的 就是小朋友 下午吃飯 那餐 其實現在都是 每個月津貼225元 但現在我們普遍 訪問到的家庭 其實差不多17元 一個餐 那是接近400多元 那是否又可以很簡單 你給他足夠 令小朋友可以吃飯 有個飽飯 這些是比較簡單 他可以做到的 其實全部有積可沉 因為他96年做了一個研究 真的看回中文的家庭 他們怎樣花錢 需要是怎樣 在那裏離定了基本的需要之後 以後就跟社會物價指數去做 但是政府矛了 我們不要忘記他在98年的時候 他沒有跟社會物價指數 就削了中文 是10%和20% 還有削了很多特別津貼 那這裡其實他已經跟中文物價 已經是脫裂了 一直到今天是沒有變過的 所以你想一下 其實而且他在裏面的 租金津貼是特別離譜 2003年到現在都沒有加過 你有沒有可能 連觀眾都打死都不相信 這七年來都沒有加過租 其實我舉例 租金津貼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其實我們今次 也訪問了有很多街坊 其實特別是 譬如說的是 小家庭那些是問題最大的 因為你租房 外面一個市區 你知道現在一個廣房 其實都起碼六十呎 說的是上二千以上 甚至有些其實如果去到港島 其實價錢還要貴多幾成 現在其實說租金津貼 比如一個人 其實仍然是 一千二百六十 一千二百六十 是的 一千二百六十 那你怎樣租呢 其實一定是他會貼出來的 所以剛才阿弗蘭道提到 一開始就是說 租金津貼裡面 其實現在有四萬多個 仲戶是 居住在私樓 有一半以上 其實都要 自己在生活費裡面 貼錢出來補足金 貼完之後 你吃的那裡又不夠了 小朋友那些又要再貼 基本上永遠都是 在基本金不斷貼 所以媽媽可能是吃得不好的 所以你說 好像我們拿著多少錢 哪有夠膽去買的 水電費又要貼 都是那個表象筋 好像吃 所有的東西都要自己 由那個表象筋貼 你貼得多少 你又要控制食物 所以你那個營養價值 沒有 根本小朋友 真的貼飽的肚子 是沒有說到營養的 真的很多很慘的 小朋友其實都覺得 所以 如不如是並襯 幾樣可以做 一個租金津貼 其實要調升 那個我猜立即可以做 其實是調升一成至三成 另外 膳食津貼那裡要加 加足夠的額 是的 應該要加足夠的額 那你那個標準金更加要加了 那個什麼 書寶貞鐵應該都要 書寶貞鐵其實都是不夠的 是加是比較賣書寶貼 但那些額服那些是沒有的 如果你再買 因為小朋友每一年都要高一項賣 有時我幫她買到她現在都生氣 她說我媽媽我上樓梯都會踩到裙子 如果你不買 你買一次都已經很貴 千多元一次 是上下何期 如果你買就賣差不多兩千元 當然她會長高又大 有時她大肥 就算她已經長到半樓梯又不夠 所以唯有買大一點 她又一住一餐都會 媽媽我上樓梯 背著書包上五樓六樓 她說她每天都踩到裙子 因為不小心又要趴下 書包又重 書包又很重 很辛苦 看到她們都很辛苦 現在讀書 我們剛才說了分別有金額水平 租金津貼 小朋友的標準金 一些特別津貼不夠 大人其實也不夠 又說了就業的問題 資格上也提及過 提及關於申請的單位 最後還有一個很爭議性的議題 就是七年的問題 很多時候有人說 拿了中活大部分都是新移民 大家都異熟人長 每天都被人說 新移民就等於中緩 中緩就等於新移民 究竟大家怎樣看這個問題 現在我們說的是一個安全網 但是似乎有些人會覺得 好像很多國家都是這樣 不夠七年或不夠多少年 都不能拿福利 很平常的 反复好像是很合理 大家怎樣看這個問題 這個是一個安全網 即是說最基本的生活 如果這個基本的生活 是要再分類的 即是有些人就值得基本生活 有些人就不值的話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基本的 不是 但現在我們真的說的是 最基本的生存 最基本的食 住 醫療 讀書 這樣都不看需要 而是看你來了香港多少年 這些全部都是我們合法的居民 是香港人來的 如果他有需要就幫 就不應該去看他來了多少年 而事實上 其實在現在仲門的比例 其實不夠七年的人 大概都不夠一成 即是百分之第七 現在八分之三 根本上就從何而來 這種說法 不知為何 在街上說的 都是說是大陸來的 有些新宜民 真是很差勁 現在都是說新宜民 即是你家裏取綜合也不對 可能你做事也不對 你做事的時候 一天說你氣 又說你氣 其實我們知道 現在很多酒樓飲食業 很基層的行業 清潔大保安 很多都是新移民的姊妹 兄弟 幫我們頂了很多這些職位 所以我們怎可以這樣說 但又不知為何 為何 《思維蜂》 就是一說 有些甚麼不對 就是爛在新移民上 所以我想這種仇 不是仇富 香港其實從來何時有仇貧 仇貧 根本是窮人債 窮人債 窮人債 所以這一集 我們在說社會保障 我想我們特別想看 它對於滅貧 或者減貧的功能是怎樣 似乎如果我們看中環 這個安全網已經是很有限 已經穿了洞 我們也不要說 香港有沒有多幾層的安全網 或者多幾層的福利制度 因為作為政策透視的代表 我們相信一個制度性的福利制度 一定是好過一些殘捕性 就是冷藏菜汁 那些的社會福利 我們也會覺得一些普及性 多些人都可以合資格 拿到享用到的社會福利 是好過你只是幫一小人 查家宅 查到最窮最賤的才給他 我們覺得樂福利本身是一種權力 體現一種權力的精神 特別是在香港文明這麼發財的地方 我們絕對有條件有能力 可以做到一種比較好的福利制度 所以我們看香港的社會保障制度 那種商品化的程度 或者是家庭化的程度 仍然是很高的 很落後的 所以希望未來我們不同的政黨也好 立法會議會的力量也好 學術界的力量也好 公民社會的力量也好 我們都一起去爭取社會保障的改變 好嗎 多謝大家收看 下一次的論盡社福記再見 我們一會兒 我們來慮盡你 我們來慮盡你 最好的 你們らげ都收拾了